我,同人僵尸,有四步砸,第一,我不砸僵尸鸡,别看它外表这么弱小,一碰就嘎,然而,正是这只看似不起眼的小鸡,却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的噩梦,当我刚从场外出现,它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向我奔来,在我挥舞法杖,准备发动攻击的瞬间,它已经逃离了我的攻击范围之外, 让我每次的锤鸡都砸了个空,攻击无法命中它,所以我不砸僵尸鸡,第二,我不砸禁尾巨人,别看我砸其他巨人,都一砸就鸟,当我遇到身穿海峡的禁尾巨人时,我不得不承认,我的力量在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,即使我用尽全力,多次砸下它的身上,也未见海峡上面, 留下任何一丝痕迹,因此我不砸禁尾巨人,第三,我不砸火鸡投手,因为我根本靠近不了它,它能朝我扔出豆腐火鸡,一只豆腐火鸡砸完后,紧接着又会有另一只飞来,让你无处可躲,这些豆腐火鸡,会用尖锐的会攻击我, 最终,我被困在原地,活活地被啄死,所以我不砸火鸡投手,远离火鸡,从我坐起,第四,我不砸食人花豌豆,为什么呢? 因为,当我踏进场上那一刻,它就从老远的地方锁定我了,让我原地罚站,无法移动,然后从土里钻出,一口将我吞掉,连靠近它的机会都没有,所以我不砸食人花豌豆,以上就是我同人僵尸的四步砸。